大家好,我是小童 烤鱼大家都喜欢吃 可是怎样才能做出和餐厅一样的烤鱼呢 外皮又酥又脆 鱼肉又细又嫩 还吸满酱汁 哎呀,馋了馋了 赶紧行动吧 超市里炉鱼看起来很新鲜 刺儿还少 嗯,就是它了 烤鱼最关键的是 鱼外酥里嫩 餐厅都是油炸的 要大锅,还很费油 用烤箱能不能做到呢 哎呀,骨骼肚娘怎么都没有好方法 嗯,有了 干脆模仿油炸工艺 擦干鱼皮,抹粉,涂油 再把鱼身下裹上锡纸 保持水分 用高温烤 给它整个美容系列 哈哈,还真搞定啦 关键点是搞定 哈哈,下面详细教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哟 好了,我们开始吧 先把鱼收拾好 切断鱼的棕刺 背上切斜刀 让鱼展开 撒盐 用料酒 酱油水 腌制十分钟 去腥 终点来咯 先把鱼皮擦干 尽量的干 风扇吹十五分钟更好 撒上些淀粉 把鱼皮的水分继续吸干 烤架上补好锡纸 刷油 可以保持鱼肉的水分 鱼放上烤架 先烤十分钟 取出烤盘 鱼皮刷油 再烤十五分钟 鱼皮已经很脆了 撒上调味料 最后高火烤五分钟 鱼皮变成金黄色 漂亮的酥脆颜色 YES 成功 鱼在烤汁的时候呢 我们来做一个麻辣酱汁 用大排的海底捞麻辣香锅料包 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加入鸡汤 再调好味道 再放几个辣椒会更漂亮 用一个大瓶锅 把准备好的蔬菜垫底 再加入刚刚烤好的蔬菜 放上烤鱼 浇上酱汁 点火烧开就可以吃咯 酥脆的鱼皮 和吸满酱汁的鱼肉 简直是太太太 太好吃了 蔬菜也很入味 孩子不吃辣的 可以做酱香的酱汁 嗯 一样的好吃 宝宝喜欢的话 请给点赞和订阅吧 我们这些故事 遍 对 这里 存在 我 及 优优独播